接下来为您报导特征组的人事大换血 新组成的团队总共有12名检察官 但只有两个人是由原来的班底留任 就连知名度最高的特征组主任陈云南 也确定要离开 由金门地检署检察长陈宏达接替他的职务 而陈宏达今天在接受公事记者访问时表示 未来将会强调办案的精致度 妥适性还有定罪率 来显示出特征组应该有的专业水准 就算是寒冷的冬天 都还是穿着短袖中山装 精神异议回答媒体问题的特征组主任陈云南 即将离开特征组转任法务部参事 原来这是因为特征组检察官们 为了尊重新任总长黄世明的人事任命权 于是一起申请规见 黄世明在了解信由案件侦办情形 与征询个人留任意愿后 拟出新的12人特征组名单 并交由法务部检审会在14号上午通过 等到法务部长曾永福核准之后 即可生效 而名单上接替陈云南担任特征组主任的 就是现任金门地检署检察长陈宏达 府人大学法律硕士司法官第26期结业 陈宏达曾经担任过台湾高检署 与台北地检署发言人 另外考量到扁案与拉法业案的 现有侦办进度 现任特征组检察官岳芳如与蔡秋明将会留任 而即将新加入特征组的检察官 还有林峰文 张静峰 薛维平 谢卫成 黄玉峰 郭勇发 卢晓云 柯一芬 陈席柱等9人 而即将接任特征组主任的陈宏达表示 未来特征组除了继续茶壁打老虎 也将会强化办案品质 陈宏达也谈到虽然这次特征组成员可说是大换血 但这批检察官不但年轻也很优秀 他相信很快就能完成交接 让案件侦办进入轨道 记者张雄 张志佳 陈保罗台北报道